如何有动力? 我认为神的路很容易,很开心,很得力 原因是神真心就照单传修 你真心就很欢喜,神最容易讨好 这件事在我们心里有,我们就会不怕 而且它是掌管一切,你的生命,无论经济,持久,健康 你的婚姻家庭,或者单身,无论你面对什么困难 什么都好,神是绝对有能力去改变 因为在我一生来说,我相信主这么多年 在信主的时候是1970年 现在就是49年 我看到很多事情,我自己本身的困难 人家的困难,神迹性地看到神的工作 很多很多,经历神的临在 神如何为我开路,不可能的事发生 我看到很多,也有圣经 我人,我感谢神,我是五号刑 大约第四号的感性 五号刑就是研究刑 我一信主,开始基督教 我发现了一本书,他的书局就是《圣经手冊》 《圣经手冊》里面,我一揭开书局看 它里面有一部份讲到圣经关于耶稣的预言 如何应严,在旧约的预言,在身上应严 我一看到,很有兴趣 立即回去自己续节续节去看 《圣经》慢慢看 是教会没有人会这样帮我的 我问过他们,神道是否有证据 很多人都不懂答我 但我自己看完,我发觉真的有答案 就算现在来说,我也有空听很多YouTube 有些好的教导 例如在来的星期日,十四号 我讲的是一部份圣经 一部份是关于大脑和睡眠 我觉得是很enlightening,很光照 我们怎样做一个开心的人 这个方法不是很难的 做开心的人,而能够建立自己的智慧和睡眠 整个生命提升 我觉得是对于传欢很有用的 这些知识很有用的 我觉得想被神用,一定要装备 第一是圣经的装备,和他的关系的装备 圣经是知识,和他的关系 所以耶稣称圣殿是什么呢? 他不是说万国读经的殿 是万国祷告的殿 读经也是很重要的,读经是帮我们明白圣经 但耶稣形容圣经是万国祷告的殿 读经不祷告,即是和神没有相连 即是有知识,没有实际 一定是和神相连 这样才能够有这种关系 你和神相连,只要是真心 神就一定是欢喜 所以很简单 基本上我们悔改,整个天堂就会欢喜 我们亲近祂,其实是祂感动我们亲近祂 所以我们亲近祂,祂是欢喜得不得了 如果有罪人悔改,罪人是不听话的 如果悔改,神都... 天上的天,天使和所有的圣徒都会和神很相连 所以他们一齐整个天堂就会欢喜 如果悔改都这么欢喜 那我们听话是不是更加欢喜呢? 所以我们只要稍微听话 一想到神,神你真是好 原来你这么美善的 原来你这么柔和谦卑的 你这么关心我们的 那我们一这样想 神已经呼离到不得了 这样你就会想到和神的关系很简单 因为你只要喜欢祂,感激祂,欣赏祂 你就整个生命会提升 所以动力从哪里来呢? 有一个这么好的神,在世界哪里找到呢? 你怎么找到一个这么好的神 或者一个这么好的人 可以凡事帮到你又这么接纳 是没有的 全世界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没有一个这样的其他神 没有的 但是神是这么美善又这么容易讨好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的 觉得很难了 要做这个又要祈祷又要读经 我已经不喜欢 有人跟我说 我上学已经不喜欢看书 还要回教堂来看圣经 他就觉得很辛苦 但是我看圣经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应许 是非常美好的 我很喜欢圣经的说话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就说 原来跟神关系这么容易 可以随时享受 又可以随时得力 神是一个可经历的神 这是很特别的 因为全世界宗教都不像 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 能够经历到正面的祝福 正面的祝福是什么呢 喜乐、平安、有能力 就算你多烦也好 你肯专注在神 不要想那些问题 一想那些问题就很难搞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这么烦 因为他经常想那些问题 但你专注在神 就算很简单 耶稣我需要你 你放松一下自己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不要想其他事情 不要想死了 那些健康、那些经济 那些什么什么 你一想就无法解决 人是无法解决的 就是想着神真好 哈利路亚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感谢耶稣 你就愈来愈开心 神就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讨祂喜悦 而你一服侍祂 祂就欢喜到不得了 而且讲了我们都要交仗 在《高林多前书》 《高林多前书》 《第三章》 《基督的根基上建造》 我们建造将来有火事严 即是找火来烧你的工作 这是一个比喻 因为这些是我们做的事 看不到的 不像有物质这样烧的 就是我们做的事 在神面前便会试验 一试验的时候 金文宝实是什么呢 不是你要大 而是真心 我就是感激神 我关心人 其实最基本就是欢迎新人 我相信我们教会 一定有些人是 他回来不过信仰不稳定 我想你看看都知道 谁是不稳定的 是新来的 你就帮他就开始了 你不难的 就是找侍奉的方向 最简单就是由这些人开始 因为这个是谁人都做到 你先跟他做朋友 先关心他 问候他 他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为你祈祷 你就可以跟他聊天 可以探他 又去聊天 又去跟他一起查经 为他祷告 然后建立他 你建立到一个人 你慢慢才能建立其他人 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会提升 所以神就觉得 你真是好 你真是好 我们千万不要想神 就一直说 你那句说错了 这句说得不够好 这句说得不够好 如果你这样找 神肯找到我们都不好 我们个个都不够好 但是神 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 圣经里面说你做了一杯凉水 那么少的时辰都要纪念 所以我们的心里面 就是一种欢喜的心 很轻散的心 轻散的心 轻散的心就会有生命的表现 为什么呢 你容易有平安喜乐 为什么很多人传方难 因为他心灵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他容易被人击傷 那为什么不被人击傷呢 他说的说话在风里而已 在风里震动 你觉得不要用了 在空气震动 震动了又怎样 又没有权兵 我需要理他 不用介意 我着意就是神的恩典 那些风中有什么说话 有些人一看就知道他很有问题 他说真的怎么会好东西出 说真的都是说人坏 那些人不好 那些态度也是不好 我需要什么介意 或者就算好人 也有时弹他不好的东西 也不用介意 因为我们这么宝贵 基本上的动力是什么呢 神这么好 我们这么宝贵 而世界有这么多垃圾 所以我需要救人 需要帮他 我便不生他 但我便善待他 这样呢 经常记住 神就拍手了 这个神就给我这个教导 互动的祷告和互动的行动 互动的祷告是什么 我一祈祷我知神一定听 神一定回应 不过他未必照我的方式 譬如有人说 我想要这个美女 神说这个美女不是我给你的 这个美女不是世界的 不是你的 我给另一个给你 或者神说我给你单身给你 有些人说死了 不要这个 但你单身也不要紧 神给我一定是好事 只要我听话 先求神的国和互动 这一切一定是好事给我们 这样的时候 你想想好事吗 你想想你的生命 真的一路越走越想 一步会提升 是神绝对想的 因为他已经在诗篇139篇 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说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灭到日子 你已经写了你的策上 神啊你的意料 向我何等 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他个个都写得很好 不过呢 就不是个个都能入到 因为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就讲到 如何入到呢 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生而典化 才能够策研 神的善良尚存 可喜的旨意 就是将生命献上给神 不要跟世界 心意给神去更生改变 你就进入这个计划 你就开始进入这个计划 那你进入这个计划 你的生命是没有死的 真的你的生命是一路提升 你怎样困难都好 因为神会见到一个这么宝贵的人 他怎么会浪费你呢 他不会浪费你 就算这个人有时间有长有短 不要紧要的 没有所谓的 有些人很短时间可以作美好见证 有些人很长都不作美好见证 只要我们的心 整天都装满 神真的好 哈利路亚 你的生命就要流露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不是要做 要做的 要做的 尉传福音 死了 我怎么说服他 我怎么改变他 这个要做就压力了 但是呢 神真是美善 所以天天 这个法人神属性 《茶经法》是帮我们整天看到神的美善 他那种美丽 他那种善良 他那种柔和 天卑 他那种接纳人 他那种能力 他的智慧 是全世界都没有的 没有这个世界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想他的美善 而我做什么他都欢喜呢 而且他会赏赐 不是将来赏赐 而是今生来生都得赏赐 今生得八倍 来世得永生 周时都不止八倍 这样的时候 就有动力了 我做一件事 神就欢喜了 但就不像拿功劳 神了 我已经向过多少个人说耶稣 麻烦你给我一些东西 这样也不行 因为我们不是功劳 这是礼物 是恩典 但你一做 神就欢喜了 那你的心会说 就算很简单 我放松的人 神就欢喜了 为什么呢 不烦恼 神就欢喜了 感谢耶稣 阿里路呀 神就欢喜了 我希望大家整天都是这样的心态 那你就很简单 我总之 心态向着神的方式 我放下烦恼 阿里路呀 感谢耶稣 神就欢喜了 这样你会改变 为什么呢 你天天都是这样 天天都说 多谢耶稣 阿里路呀 其实很多的神给我们 很多东西 空气 风呀 水呀 感谢神 香港的水这么干净 为什么那么干净呢 我去非洲的水 那些水 那些泥水 那些泥水 那些桶桶水拿出来 就是洗碗 煮饭 哈哈 这是泥水来的 我们的水这么干净 所以接着我们浪大火 感谢神 那些人也会在沉浪 那些路的水 那些路这么滑 就算在美国 很多路都会凑空 它们没有钱 整路 香港是很有钱的 这些路烂便会很快 整路 很多地方是不会的 非洲很差 美国都有很多空 走路我们要避空的 我們就說 神啊 我們有的 感謝神 哈利路亞 感謝神的床這麼舒服 感謝神 我一祈禱又平安喜樂 人呢 你自然就會有生命的表現 你就會有美好健情 你就會輕鬆 輕鬆 人們就會覺得善無理 覺得美好 這樣的時候 求神給我們智慧 在適當的時候 講適當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他 所以 第一就是這種心 但我希望大家調轉 怎樣調轉呢 不是我要做什麼 而是神這麼好 我就讓神裝滿我 裝滿了 我裝滿了神在裡面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裡面活著 神在我活著 我經常都想神多好 享受神 其實最重要是享受神什麼呢 心呼吸真的很舒服 試試做兩下 很舒服 神比的人 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我會講這件事 為什麼會這麼舒服呢 我看那些研究 我就不明白了 原來我們的身體 緊張 就會出些荷爾蒙 叫你 血液 沸騰 例如有人追你 你要快點走 這樣 你要多一點血 那些緊張的荷爾蒙 你長期都這樣出 你就會有病 但當一個人一舒服 放鬆 你有沒有發覺 立即身體舒服 原來他就會立即出一種 令你舒服的荷爾蒙 身體有很多種荷爾蒙 感謝神 可以這樣享受神 抱著耶穌 放鬆 哈利路亞 這樣便舒服了 一方面就是神的同在 第二就是神做的荷爾蒙 令到我們舒服 因為科學發現神做的事 科學不是比神大 科學是牧人 他發現神做的美善 那麼我們享受 那你就會日日舒服 那你就用這些取代的煩惱 即是說 一有煩惱 我想也沒有用 我越想又不會說那些煩惱走 我想那些病又不會走 越想那些病越回來 但我越放鬆 感謝耶穌 立即說 我現在放鬆了 放鬆了 舒服了 舒服了 神在祝福我 當然一路想著耶穌 耶穌在祝福我 那你這個人每樣都會更加好 那你的見證就更加好 所以這個動力一定是由神而來 是很不同的 我自己真的覺得很不同 其實我就算說歷史 為什麼會有這些教導呢 都是因為我在路德會裡面 神學的培養 在美國路德會的神學院裡面 因為很著重律法與福音 因典和福音分得很清 所以我一看經文 我已經習慣了什麼是恩典 是從神而來 什麼是律法我們做的 那我就會分到哪些是我做 我們做的呢 是跟神做是沒有得比的 所以我著述在神做的 越發掘就發覺越多好東西 那我就越生命被他改變了 所以希望大家整天都說 我現在已經靠神 只要放鬆 已經靠神 神就喜歡了 我一祈禱神就喜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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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很輕鬆了 這樣一個人就得利了 我現在就回應不同的 一些講到提到的事情 其中講到生命 生命的確是 不過生命的本身有那種質素 有神的那種憐憫 憐憐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也做過幾間教會 有些是我開過教會 有些是我在那裡一起侍奉 我經常去到哪裏 我都會鼓勵人 你看到人就關心人 問候人 但這件事我講就講了 但我發覺那些人是很不肯做的 明明看著新人進來 他們會說Hi Hi Hi完 走過來幾個字就聊 那個新人就站在那裡 我形容給他聽 你們就在那裡聊 他又在那裡站在那裡 他又在那裡站在那裡 動篤站在那裡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可能不懂得說 說完Hi 不知道說什麼 或者沒有什麼心 或者跟自己人說話 就舒服 不用想 人總是會自己舒服為主 而生命的心 就是我們的心 有一種憐憫的心 想一下他 其實他很慘 因為他是新人 新人來到教堂 他是不熟悉的 他不熟悉是不舒服的 我感受到他不舒服 我就會走過來跟他聊天 跟他聊天 其實是有舒服的 原來人和人交往是有舒服的 為什麼現代人這麼多問題呢 因為他經常用機器 沒有人與人的接觸 當你跟人聊天 是會帶來這種舒服的荷爾蒙 你跟人聊天有安慰感 當然那人罵你就不是 如果正常經濟是會有的 這樣的時候 原來我們幫他 人也會開心些 你看到他改變 我也會開心些 這是對我們的祝福 對於他的祝福 所以這個生命 是很討厭的 不過必然這個生命 是有他裡面的那種神的封聖 因為我聽過有些人說 生命 我回來香港 試過有人帶我去一個報道會 我聽聽他說什麼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耶穌 他就說我們只是生命一樣生命 但他意思是說一些故事 為何這樣的生命 這麼有趣 就這樣說對信耶穌之後怎樣 但又不是很看到神那種同在 即是不太提到神 我就覺得不是這樣影響生命 而是說 我本來未相信耶穌這樣 我後來信耶穌之後怎樣改變 那人就真的看到他的改變 然後別人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這個人真的有耶穌 就不是說 他們的意思是說 現在不講耶穌 不講聖經 只是講到我們信耶穌怎樣開心 這個就不是生命一樣生命 所以對於詞的define 那個定義 我希望大家 我不是一定說 那個人說的是有什麼問題 我只是說 將他再清楚說出來的意思 好了 另外聽到一個意思 意思就是代討者 代討者的聲經的確有 不過我想提一提大家 不要說我只是一個代討者 我只是做一個人就是代討 聖經裡面是沒有一個人只是代討 他全部都跟著有行動 就是個個都有生命的表現 以及有生命的行動 我就鼓勵 如果有人呼召是代討的 那你代討完你當然有行動 你一定會行動去關心人 所以我鼓勵 就是我們的生命 既然有耶穌 我們就會去祝福人 另外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怕子驕慕 或者說不想那麼出位 我覺得出位和驕慕是兩個不同的 我們又不是爭取出位 不用爭取出位 神要出位一定為你預備 但是我們又不用爭取出位 我只是想祝福人 就不用怕我做得多 驕傲、聰明的人 不用的 其實我們幫多少人 只要我們的心稱讚神 我自己都因為神又處理我生命 為人祈禱 有些人經歷聖靈很強 在起初的時候 有時都很興奮 很開心 神就替我了 你為自己祈禱有能力開心 你又為神工作開心 我立刻祈禱認罪 所以求主耶穌赦免我 幫助我不要驕傲 我覺得 如果我們經常想 死了 我祈禱的人很強烈的經歷 那就會驕傲 這就變成怕了做 我們其實不用怕做 即是說 我不敢上台 上台就驕傲 不用這樣想 只是怎樣的心態 我為人祈禱的人會改變 即是說 神啊你很強烈 感謝耶穌 謝謝耶穌 幫我兄弟的 承認這些是神的恩典 又告訴別人 這個神中工作 即是神啊 你們都可以的 又拉人一起 你都可以的 那就不用怕驕傲 不用怕說 死了我做得太多會驕傲 不用怕這件事 即是說我心說 真是神你很奇妙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心態 神你真是很好 你真是很強烈 我真是很感謝你 我願意更多給你用 更多給你用 你怎樣給我 使用我 我就去做什麼 就不用怕 死了 第二天我做了 越做越大又會驕傲 不用這麼想 總之一做的時候 立刻歸榮而美神 我能夠去到這個日子 都是神一早為我預備的 譬如我先說到這個教導 都是神為我預備 也都是神透過我第一個太太 因為我第一個太太 她的姐姐 就是在美國路德會 於是我後來進入了路德會 我才有這些教導 都是神為我安排 即是說 我們聽神的話 神就會為你開路 奇妙的恩典 有人又說到 阿王就是小親近神 我又會這樣鼓勵 親近神可以整天 當然我們有安靜的時間 亦都可以善用很多時間 你擦牙 你做早餐 洗碗 你可以播聖經 善用這些時間 你播聖經很容易會脫掉 你又怎樣 她說一句你講一句 那你就不脫掉了 因為你在這裡聽 你在這裡洗碗 你就會聽不到 她說一句你講一句 你講一句就入心 那些經文也入心 你會記得 這就是善用 譬如我們走路乘車 經常都想著耶穌 這也是我的習慣 習慣到我有時都不記得 即是不自動做 我才發現自己在做 我已經會自動這樣做 成為了我的習慣 所以當然很重要 一個安靜的時間 但除了這個時間之外 我們都可以善用 整天的時間 由早到晚都可以這樣 好了 講到不懂全福音 講到全福音 這才有講到幾種 一種就是 一講就講到聚 耶穌基督救恩 這種一種的 approach 這個其實 基本上是解釋救恩 我會把它分開 解釋救恩和福音禦公是不同的 解釋救恩是何時用的 那個人已經相信耶穌的時候 解釋救恩 但他還未相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解釋救恩對於他來說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他不覺得是神 所以需要呼音禦公 但呼音禦公是有很多入門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人需要什麼 譬如他煩惱的 我們就在煩惱入門 他個人很煩 你想想不煩 你就可以分享自己怎麼不煩 分享給他聽 你想不想都這樣給耶穌祝福 就由這個他需要 帶進去耶穌的恩典 或者他是有疾病的 我們可以分享 我們自己怎麼經歷過醫治 或者有人經歷過醫治 我都可以為你祈禱 我希望大家都操練 多操練 我鼓勵大家 你可以禮拜日下午來 我們現在怎樣都抽一段時間 是服侍禮告 以及將來操練是奉 其實我訓練有些人覺得很細緻 講情緒講幾個禮拜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懂得這些東西 我才會幫人 其實我發覺 在我的全呼音和幫人 我是有很多武器的 什麼有用的 我都拿來用 譬如我剛剛講到賀爾蒙 原來賀爾蒙都可以用 為什麼呢 明天你會聽到 賀爾蒙當然明白人家 賀爾蒙的影響 他就會說 我也想知道是怎樣 然後我們就解釋他 可以成為一個全呼音的入口 他睡不到 有賀爾蒙影響 有很多因素影響 是很多人睡不到的 那怎樣去入宿呢 其實這就是福音御工 福音御工可以在聖靈工作 譬如他有病 或是舒服了 或是康復了 這就是一個使用聖靈工作 但也有很多事在他的需要 但一定有個來源就是我們關注人 我們看到人就會想 我怎樣有機會傳呼音 問神 耶穌說我怎樣有方法傳呼音 我們問神 神就會帶領你的 他慢慢就會逐步帶領你 怎樣向這個人傳呼音 總之一定是 和這個人的需要入手 不是說我們想給他一套 是他需要什麼 因為他需要什麼 他就聽那樣 我們就先回應那樣 靈聽他 靈聽他 然後入手 入他的那個位置 這些我稍後再幫我簡單地說 說到數靈爭戰那些方面 因為聖經很清楚說 耶穌說我已經將仇敵奴略 已經捆綁這個壯士才能夠搶奪他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再打一次呢 我們只是捆綁耶穌的得性 就是捆綁耶穌的得性 耶穌是得性的 我信靠耶穌我就得性了 那我信靠耶穌 我的煩惱可以放手 我的有什麼邪靈 有什麼負面情緒 我親近耶穌 他自然就會走了 和處理生命 當然一定是處理生命的 聖經有說數靈爭戰 不過數靈爭戰是怎樣爭戰 有些人就由頭打過 不斷打 一度向魔鬼宣戰 不斷和他宣戰 但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我去過一些聚會 他們經常都這樣做 有些人在聚會經常點啊 哭啊 然後我過了三年 又去過 那個服侍者 哭到很淒涼 為何他三年在那裏 現在有服侍者 為何還哭得這麼淒涼呢 因為他沒有建立無神的關係 他只是 經常都是打 經常都打 所以他們 裡面不是有充滿的愛 經常都是要怎麼做 因為魔鬼已經踩了腳下 已經被我們拳兵剪踏 所以我們就說 耶穌你真好 感謝天父 你天天享受神 你裡面裝滿了這種平安 輕鬆 又處理生命 又不用罵 又不受影響 又有什麼問題 又不受影響 所有問題都不受影響 的時候 我們人就鬆 有神的同在 自然 魔鬼根本就搞不到你 其實我小時候發了很多鬼夢 因為我小時候 坐著聽《夜半奇談》 你有聽過《夜半奇談》嗎? 《夜半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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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夜半奇談》 做了很多事情 有時間 因為珠姑拿進來 牛奶還沒有 你以為神 空間就在神上 沒有空間 圣经是讲到与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但问题是怎样争战? 争战就是我给耶稣掌管我 我完全给耶稣掌管,我带领我 耶稣就得胜了 总之我所有的罪,所有的负面思想,什么情绪 全部都处理了,就得胜了 然后我带人进入天国 圣经也是这样的 保罗被人攻击,他又不会一直进入监狱 奉耶稣明,奉耶稣明那些什么攻击,走走走 他都没有说这些,就是赞美神的 你看圣经是找不到那种祈祷方式的 我找不到,因为我觉得 我们最稳定的就是跟圣经 圣经是没有这种方式的 所以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用圣经的方式 我发觉真的行得通 我试过跟别人赶邪灵 我不是赶邪灵,我就说多谢耶稣 他又有耶稣,他又有耶稣 他又有邪灵彰言,那些人问我 你是不是说邪灵? 我想是吧,他也有邪灵 因为你没有这么说,奉耶稣明那些 邪灵走,我说神的同在已经会做 但我都会做,我会说的 但我不用整天说 不用一百次才走 反而多些亲近神,邪灵就会走 两样可以一起做 但比例就更多在耶稣的爱 你装满耶稣的爱,就会越来越好 有姐妹又分享如何自学弹琴 我都说恩赐,神一定会给每个人都有 问题是你有没有发掘? 有些人又没有怎么发掘? 其实我们的脑,我们的学习能力很厉害 但很多人在一世上就不是怎么发掘的 不发掘容易有老人痴呆症 下个星期我会讲 老人痴呆症很多时候的因由是什么? 其中有些因由 一个是睡觉不好的 我讲出一些科学的证据 但你怎样没有呢? 就是我怎样用我脑更多 更多学习,更多背圣经 而且学多些东西是不要紧的 你学完发掘都不是你的因子 就不要做那样,就做另一样 即是说原来呢 一样东西都可以发挥的 以及因膏呢 其实是不难的 因膏是什么呢? 因膏就是神的同在 当你经常深信神爱的你 阿里路呀,阿里路呀 奇佬就是因膏了 所以你每天都在享受神 你就自然有因膏 有因膏就什么都医好了 又帮你,又祝福你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圣灵的因膏并不是很难的 我都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训练 让你可以传备 什么人说什么都会回应 因为我呢 圣经的语言我也很熟悉 圣经的证据我也很熟悉 圣经的科学证据我也很熟悉 如何回应人的情绪我也有熟悉 如何辅导人我也有熟悉 如何讲道我也有熟悉 如何查经我也有熟悉 这样东西我也会粗练 音乐我也有熟悉 那就是神让我很多东西 神让我学到 我学到就很想能够训练更多人了 其中一个提到内疚 神说了他一定做 正如你拍灯键 灯不会说我今天开不开灯 除非他说他不说一定会开灯键 你一按灯他一定会开灯 神一跟触他的应许是不会偏差 因为圣经说我们认识的罪 神一定是信神是公义一定是圣明的罪 忧伤痛会令他必不轻寒 神说了就是了 所以想起我们的罪 就不是说神是否赦免 神一定赦免 我们求主赦免一定赦免 那点是想起罪 我真是这个罪我没有再犯 重点是我以后不要再犯 学了这个教训以后不要犯 就不要说很多罪 很内疚 不需要神 你为何要扮这么止控 因为圣经都罗瓦书八章 谁能定你的罪 耶稣已经为你清义 耶稣已经为你死了 清你为义 耶稣已经为你死了 天上为你祷告了 所以是完全不需要的 那样叫白做 又不需要做 因为神已经说 我已经完全赦免你了 OK 我想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真的会 原来看到我们有很多潜质 不过魔鬼就很开心 因为很多人就会有藉口 我有内疚 我又不够恩赐 我又退缩 我又这样 我又嬌慕 我又不够口才 魔鬼就很开心 他就拍了奖 因为你说不单 不要动 魔鬼就很开心 我去过很多教会 我发现很多人是坐 也有时候有些教会 鼓励人就是坐 你就听读 乖乖听读 就叫做乖乖 但圣经不是这么说 圣经是说到 我们每人都要交障 但我们有欢喜的心 因为你为耶稣做什么 一杯粮水神都纪念 所以奖赏 审判的时候 我们应该欢喜接受 耶稣回来了 耶稣会告诉我 有多少东西 祂欣赏我 这样的生态便会很欢喜 我而能够为祂做得非常好 但如果那些将恩赐埋藏 是很惨的 因为耶稣说 由恶又懒过木人 那时你就吓得怕得不得了 死了 进入这个黑暗里面 爱慾切齿的就凄凉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又不用怕 我死了死了 我得不得够呢 只要我们真的有被神改变的心 我们真的愿意跟从神 求主赦面 然后跟着活出来 神就一定说 照单全收 你所有做的我一定收 大家会不会觉得 对于侍奉会正面很多 还有呢 争取机会 每一次你祝福人 神就加倍 祝福你很多 你想什么祝福呢 下个礼拜日 见到人就关心 神就加倍给你很多 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本来哪有这么多钱 去到这么多国家 但神就供应我 能够去到这么多国家 帮到他们这么多 真的是 越帮越多经济来源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信心 譬如我认识彭校尼博士 他并不是很有钱 但是他有这个心 用教育 跟着神就供应他 他就在香港开了两家学 以及开了这个 兴学政机协会 就是帮基督教学 如何传呼音 他不是自己有钱 但他有这个异象 他就有人愿意奉献支持他 我鼓励大家 你有信心 他以前不是牧师 他现在是牧师 他以前不是牧师 只是一个教育家 但是神就会供应他的需要 你无论你做的什么 可能你做的是什么 你用教人煮菜 你带人讯人书都可以 你穿衣衣 你是臭小孩 其实你日常生活的东西 全部你在网上摆 你可以作见证 你可以用来传呼音的 你可以帮到人的 例如你找到一种方法 神给你聪明智慧 我有什么方法 解决到家庭生活的困难 我可以搞定这个东西 有很多人要找你 那你就可以帮他们 带他们去信耶稣 这个其实在网上 传呼音是会开阔我们的 传呼的机会 因为有些人已经传了很多次 那些人很难 但有些人在网上 总是有机会的 我们一起祷告一下 一起起床 多谢天父 多谢赞美你 感谢你 因为你是活的神 你是喜乐的神 你是充满爱的神 接立我们的神 里面有很多美善 充满美善 很多美好的恩典 我们享受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欢喜你 我们有你就满足了 我们为主做任何的神都欢喜 我们亲近你 你就欢喜 我们赞美你 你就欢喜 我们爱你 你又极度欢喜 我们服侍你 你又极度的欢喜 求主给我们动力 让我们看得到 当我们为人做任何的小事 神就加倍的赏赐我们 我们为主一直有这个心的时候 神就欣赏我们 神就提升我们 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求主赐给我们火热的心 火热的灵 在神里面有这种动力 真是源源不绝的 永不停止的 在在生的日子 无论我们有多长的日子 我们就可以为神做伟大的事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